第四集, 第四集 繼續是新人透視 最後是516沖刺 516公投, 大家記得去投票 在沖刺之前, 大家喜歡拍片放網上 都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你喜歡甚麼? 我有幾段都喜歡 其實在《萬必拍》那一套, 他吃了《雙台民建聯買時段》 即是馬登, 李柱銘在那裡玩雀龍 梁家傑的老婆也有粉墨登場 我喜歡梁家傑的老婆那一段 生活化一點 我老公因為五居公投, 性情大變 神經病, 她的老公變成長毛和梁家傑一齊了 混淆了, 即是忽然梁家傑的老婆變成兩個老公 即是將梁家傑和長毛二為一體 是的, 其實他自嘲 那個挺好的 整段片都有自嘲的感覺 人性化一點 有很多的, 即是從生活裏面去入手 他一開始就反過來說 他們自己反公投 看了很多疑問, 梁民道, 邵家樽那些 公投, 怎樣怎樣怎樣 為甚麼你沒有粉法 我沒有粉法 有啊, 萬必就行了 萬必的口中也有我的名字 即是出現了 即是有了 那個靈體出現了 那個靈體出現了 還有一段片 其實最早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 我自己看最早的就是公民黨發出來的那段 即是有一個, 我的名字叫葉國華, 我今年是七十九八歲 即是那段 那段都很多人稱讚, 不過我個人覺得悶了一些 那段是我見到最先的一段公投 鏡頭拍得很漂亮 內容有點兒悶了一些 因為其實如果你留意公民黨 上一次他們在選舉裡面已經用了類似的手法 是嗎 他是拍過妹妹, 還是拍過弟弟 我記得是, 有一個年青人 有一個年青人說我要去投票 要說什麼公道 即是差不多的手法 沒有太大的突破 那段片是杜琪峰的徒弟拍的 鄭啟文 完全拍不出杜琪峰的風格 可能清出於藍 即是他沒有了那種的 暗戰 是的, 暗戰 或者是復仇那些 如果他拍到曾蔭權怎樣放暗戰 中共放暗戰去對攻協領黨 那個氣味會更濃 可能那個氣氛會 噔噔噔噔噔噔 緊臭 是的, 然後他不停追著長谷 長谷不停跑 現在是復仁追著那隻鷹 然後陳淑莊拿著車 讓復仁跳上來 他就帥氣很多了 是的, 更加有道奇風格的風格 另外有一段是愛情 有沒有看過五一龍愛情故事 那個呢, 如果從鏡頭來說 就比較差一點 但我很喜歡他的內容 他很簡單表達到給市民看 一看就明白了 騙個女生上床 是的, 即是男生騙個女生 是的 說跟他結婚 你現在跟我上床 是的, 你放心吧 2017年我會給你結婚的 是的, 2017大戒指 2020年就可以簽子 是的 現在就是阿婆、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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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明白, 不深, 又簡短 是的, 我想要從這一類的故事入手 年輕人當然是新福音戰士 那個又正 新福音戰士 那個不是卡通片的那個 記得嗎? 有有有有 那個很正 新世紀福音戰士 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那個我又覺得很喜歡 是是是 有些音樂 如果你想踏實一點 像台灣式馬英九陳載片選舉 就是講五、一、六、只字而已 二十年裏面 時間的思考 時間的思考 二十年 即是二十年 即是黑底白字這樣打出來 是的, 很悶看下去 但是我又覺得挺好的 清楚 二十年可以發生甚麼事呢? 其實你找個老闆告訴你 即是政府 你又騙我十年又十年 二十年了 二十年做了很多事 二十年 由輕忠會到推翻滿清政府 都是十幾年 都是十七年 由盧溝橋市變到八年抗戰勝利 都是二十年 都不用, 十幾年 是啊 所以那個又是挺正的片 其實二十年 香港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想說些甚麼 其實原來我們網上的世界 亦都能夠將公投的議題 帶起 然而很可惜的是 主流傳媒應該要做的工作 沒有做到 反而是這樣 包括今次港台 謝志豐他們搞一個選舉論壇 無線都不播 是 這個TVB都挺好 在哪裏看到 在右線看到 阿時 阿時看到 晚上十一點 其實大家都知道 應該接下來 這個星期就有了 嘩 你作為TVB這麼大的電視台 播放選舉論壇也不要委屈你 你都不能夠做一個公共廣播事宜 所以他應該要有責任 是 所以我覺得 即是歸了哪裏 我覺得這個是要判斷他的 是 我覺得市民應該要找些東西去判斷他的 不是只有老美藍拿紙電視去 但是他連陳志豐都沒有了 他都不能扔到老美 是 沒有很多目標人物 現在沒有人搞到他 是 樂易寧可以嗎 樂易寧搞甚麼呢 不知道 最新的一段片就是 有一班80後的 之前反高鐵的青年人 八九十後 七十後也有 不要那麼 八十後那麼多 拍了一段片 拍了一段片 厲害了 是怎樣 就很厲害了 其實大家如果看過 之前有個爺薰餅仔故事的黑白 叫做 我要三十票 這個記不記得大家可能有些人 我自己常常上網 但我都沒有甚麼煲到這段 其實這個都是蠻好看的 是 都有些味道的 薰餅仔 就有個 就是 有個扮大陸佬 誰知口言我要三十票 那些 就叫那幾個人反高鐵 幾條貿易 要投贊成票 那幾個男生 專門扮霍銀廷 是啊 黃銀文 沒錯 那些功能組別 黃銀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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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 接下來的公投 他們又出了一段片 更正 是 我聽了就沒看過 是 我純粹收了廣告費 政治廣告以下的那一段 從幾鐘生活上 都會講公投 但第一個 就很關大家的事 如果大家喜歡唱歌 唱歌 你知道Liuway 現在認識了加州紅 是 只要他們唱片公司 跟Liuway談不妥 以前Liuway有得唱歌 加州紅就沒得唱 那我就兩邊去唱 我想唱謝安琪 沒有了 聽不懂 現在一壟斷了就沒有了 只是讓你去唱 這個 涉海皮 沒有謝海皮 謝安皮 謝安皮 失敬 他們扮兩夫妻 不是扮兩夫妻 現實中都快要是 不要這樣 是不是 這個他們才知道 那就說 Frankie哥就經常夜蒲 去看球 因為世界杯到啦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 不要 skip了他 主要都是說 很過癮 若然公投到 就不用出街看球 就不會被劍靈姐誤會 因為他收到短訊 加卡 好球 是 就以為是 一條女的 是啦 所以搞錯 為什麼不叫美思好球 美思好球 美思似女生 女生的名字 是啦 即是陳美思 那些 Lazy 是啦 令到家庭 幾個不和諧 這些壟斷那些 但卡卡是像性工作社那些 即是疊字 微微那些 是啦 他得罪了很多人 卡卡 卡卡有這樣的東西 這麼有趣 凌凌 凌凌 Doodoo Didi 如果有公投 可以公投 不要給有線壟斷 要放在無線那邊播 不用錢 亞視無線播 香港電台播 香港電台 是啦 這樣 所以又看到公投的重要 還有第三段 也挺囂張的 好像說 小販在街上擺檔 然後警察說他在左街 結果那個小販說我哪有左街 你問他街坊 就是這樣 其實公投街坊告訴政府 到底我們覺得他走不走 左街 從生活化裡面去說 就不是經常喊那些政治口號 我都覺得經常喊政治口號 都是 是有需要 但是不要只是做 不要只是做 就是悶那些 由下而上 其實都在說 從經驗那裡著手 從生活上都是 就是教育民眾 那大家有時間可以上網看看 還有不斷follow這些片 叫大家5月16日記多去投票 是啦 那第三次我們回來 講一下一些候選人的好笑的故事 好